好,可以可以,哪次不行,行? 呃,算了,急事? 也沒有那麼急啦 呃,那為什麼現在來找我呢? 反正你都OK了,去我的房間吧 啊,看到剛剛最後的畫面 然後現在那麼爽朗的說,來我的房間吧 好吧,稍微打個岔也無雙打壓 什麼?還要一起完成目標?什麼? 怎麼會這樣?怎麼跟我想的不一樣? 下面好像掉了什麼東西? 是誰掉的?要送回圖書室 借書的人是優恩?怎麼還有優恩? 反正也沒有走完完書手續,先拿個本人吧 優恩 剛剛的結局就告訴我們,別輕易陰船會直接升天 但是剛剛兩個人都陰船耶,兩個人是陰船那怎麼辦 好,調查完上鎖的房間之後,利用這個,呃,就可以打開對話 建議充分收集對話 看不看其實都不影響劇情,每次切換地圖場景都會重置 喔,不會影響劇情 是不是還有CP? 進去就會出發劇情,等一下 艾莉的門是開著的 不會吧? 是不是忘記關了,為什麼要那麼緊張? 她平時基本上不會招待人進去 也很注意到鑰匙的保管 你要進她的房間嗎? 因為工作上的溝通去過幾次,不過沒仔細看過 我還沒有進去過呢,偷偷揪我一眼吧 嗯,就一下下吧 等一下有發現一個女生在她的床上打滾 哇,更複雜了 不是耶 唉,果然亂七八糟的 厲害了,就跟秘密基地一樣 很亂的意思嗎? 還有每做完的衣服 這難道是艾莉做的? 基本上是吧 包括你的制服在內 基本上都出自她的手筆 她說,裁縫是她的興趣愛好 哼,我都不知道呢 沒關係,在以下下 我們就看看有沒有人 有沒有女人躲在這裡面 估計當成出物事了 完了 你讓這個女人逃跑了 我做了很多夢 不需要證明我也知道 我就是我 這真是中二病的傾向耶 說出我就是我這句話的時候 有東西 好高的箱子,怪怪的 然後輸入密碼 當然又罪念深重 絕對不能忘記其姓名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不好吧 畢竟是別人的東西 怎麼能隨便亂動呢 我會很好奇啊 特別好奇 對吧 那我的手不小心滑了一下 這樣子不小心打開了 裁縫機,好貴的樣子 有亂動啊 弄壞了怎麼辦呢 沒事 你看上面 還像個寶石呢 亮晶晶的真好看 好像還拿下來呢 停 這寶石 不是中式品 別動 是中用的能源 能源 OK,如果盧斯 他會這樣子反應的話 他就不是人偶了 寶石 有這麼重要嗎 我怎麼都不知道 誰叫你 連學都不好好上 知道才怪呢 好,這是 人偶的人員 跟水利火力不太一樣 很神奇的力量 還可以違反重力 飛船 所以人偶也是寶石驅動的 沒錯 啊 有人偶沒有使用寶石 什麼意思 寶石做為常用動力源 是很近代的事情 大概也就十年前開始 雖然眾所周知 人偶必須配戴寶石 並且人偶是用寶石驅動的 但當時似乎沒有人意識到 寶石具有做為普通動力源的利用價值 做日常動力使用的時候 工藝好像必須進行加工 我也不太清楚 畢竟 人偶的製造技術 一直都是商業機密 作為普通能源 使用對於普通民眾來說 是不為所知的 我也不清楚為什麼 那些企業要對這麼重要的訊息 收購如瓶 不過 自認戰身結束之後 寶石本身就已經可以作為能源的儲備 之前作為補助工具的人偶 現在都被寶石替代了 以前是 所以 驅動人偶的以前不是寶石嗎? 就是某個原本只有一種用途的東西 現在卻被發現其實有各種各樣的用途 好 感覺就是 就多了 多了 多了 好 等一下我再確定一下 啊 紅色算是紅寶石 就這種才能作為能源 紅色 所以那個 荔枝身上是紅色 所以他作為人緣的 為什麼是紅寶石 啊 煩死了 什麼是紅寶石 等一下 所以荔枝到底身上是不是啊 他說十年前耶 照理說應該是一百年前啊 來稍打個鈴 看一下地上的東西 不要沒有看完 我喜歡可愛的東西 想打扮成可愛的樣子 我就這點追求 希望能得到滿足 但這些不適合我 為什麼我是這樣的我呢? 為什麼我是這樣的我? 正因為這些東西莫名的齊全 才讓人覺得便扭吧 好像女孩子身上的味道聞的真舒服 天啊 你喜歡聞女孩子身上的味道 哈哈哈哈 本來是挺喜歡愛莉的 對我也不錯 就是有點陰遇 呃 這話有點過了 別說了 呃 不是利諾對先這麼說的嗎? 不是不是 他不是說 他不是在回憶你陰遇的這部分 是說你喜歡愛莉的這個部分 你要搞清楚啊 不是 你說喜歡愛莉這句話 讓她覺得很不舒服 我所喜歡的人 我不准有其他人說喜歡她 小兄 沒想到愛莉居然會做好東西呢 我會想要 要這個幹什麼呢? 當沙包嗎? 當然是抱著睡覺啊 你的想法也太嚇人了 對不對 對 哎呀 吃醋了 有一把小刀 好啦那我們輸入愛莉吧 還要用自己的名字當成密碼是怎樣 愛莉 就是愛莉 她怎麼會拿自己的名字當密碼呢 她被嘲笑了 好是掛墜 這個 我拿去給愛莉 可以隨便帶出去嗎 說不定用得上 她要生氣就生氣吧 喔 欸 這裡挺有意思的 可我真沒想到愛莉的房間居然是這個樣子 好 呵呵 等一下 她把這個 這個項鍊拿過去有什麼用嗎 我不太知道愛莉 剛剛是沒有被炸死吧 是愛莉沒有被炸死 所以 她把她 炸彈才會丟偏嗎 好 沒關係 對對對我只得想劇情而已齁 呵呵我想一下齁 那我想一下嘛 OK 看一下看得變遷 看不懂 不想翻譯太麻煩了 女孩子的味道 香香的 喜歡聞女孩子身上的味道 好 那優恩去哪裡呢 會不會在這附近呢 好去北樓看看 去找優恩 北樓 找到優恩了 不過好像睡著了 怎麼辦 要把她叫醒嗎 喂 別自己睡覺啊 蛤 她叫余恩 她在瞬間移動 你是女孩子 天啊 呃 原來是利茲諾先生 別嚇唬我了 就是利茲諾啊 你說她太兇了 你閉嘴 醒了不就好了嗎 蛤 羅斯也在 怎麼這個時間點 會跑出來瞎逛呢 你是不是 掉這本書呢 就是這本 呃我找了半天了 之前借的書 到了規劃時期限 剛才拿去圖書館還掉 結果偏偏少這一本 應該掉在路上了 幸虧被你們發現 好的 看來 剛才恰好跟你錯過了 對不起 我們這算多管閒事吧 不會 謝謝你幫我送過來 余恩 你對他跟對我也太雙標了 我也比你大啊 你怎麼不對我這麼尊敬呢 你渾身上下 哪有讓你尊敬的地方啊 利茲諾先生 可是我最尊敬的毀滅者了 你這種摸欲狂摸 我才不想理你呢 呃 嗯 很懂嘛 好 這本書叫做 人偶與紅之毀滅者 很老了 嗯 已經出版很久了 多少有些磨損 你不覺得 這本書裡描寫的紅之毀滅者 和愛力很像嗎 嗯 你是靠頭髮的顏色判斷的嗎 我記得本畫冊 是為了把理想中的毀滅者的形象 刻進DNA裡嗎 戰爭末期階段 大方硬彩的傳說集毀滅者 艾力是傳說集的毀滅者 輕輕揮一揮手 就能把人偶碎尸萬段 力大無窮 發紅的刀刃 反射著陽光 讓人偶縮成一團 窮凶惡極的鬥氣 這些都是傳說的故事 我勸你別太認真了 現實中的毀滅者 可不太這樣的 我知道嘛 問崇拜您 我將來也要成為 和你一樣傑出的毀滅者 謝謝誇獎 好啦 喔 還有人啊 看來是一個金髮 金髮金髮金髮 抱歉馬上來 欸 他沒有過來 都在叫你了 趕快回去睡覺吧 熬夜 容易長不高 知道啦 那祝你工作順利了 好 摸魚狂摸 真的太厲害了 憂恩 也很可憐喔 再怎麼努力 你絕對當不了毀滅者的 啊 啊 對不起 你說了什麼 行了 去你的房間吧 不是找我有事嗎 嗯 那走吧 啊 找我有事 有什麼事情 需要兩個人 兩個男生 在房間裡做呢 大家覺得呢 我是不知道啦 你們覺得呢 哼 當然是打電動啊 還有什麼事 找我有什麼事呢 西西 送你的遺物 嗯 送我的 你每次錯藥吧 幹嘛 時間就快點打開吧 這是 項鍊 感謝你平時照顧我 這可是我上午和小姐姐一起挑的 店裡最漂亮的一件 跟你眼睛的顏色是一樣的 這是你買的 對 當然是我自己 用錢買的 總不能像平時那樣 讓小姐姐替我掏錢嗎 原來如此 怪不得上午的活 都不幹就跑出去了 再加上 推進難得對工作上的心 原來是為了錢 這麼無聊的動機 行了 快帶上試試吧 咖啡是能源吧 合適 怎麼樣 喜歡嗎 還好 是挺漂亮的 謝謝 定情勿 沒錯 沒錯 工作的時候也要帶著他喔 那還是算了 弄壞了怎麼辦呢 沒事 本來就是做為護身符的 讓他保護你喔 嗯 你還挺悉心的 這趟也值得了 那我走了 等等 你明天不是休息嗎 有什麼計劃 啊 要找我去找我喜歡的艾莉亞 什麼計劃 嗯 就在圖書室裡學習 或在房間看書 來一攔 是嗎 那跟我出去玩吧 又會什麼的 別了 我只想攬著 又不會顯得發慌 而且 也不知道 也不知道能不能回得來 你明天下午 不是有事情要做嗎 不准偷懶喔 我知道 我明天有沒有約小姐姐 那我明天可以跟你一起去圖書室學習嗎 啊 當你喜歡上一個人的時候 就想要 跟他一起做什麼事情 所以有一些 有一些人 談戀愛是可以成績變好的 媽 就是這個樣子吧 可以是可以 挺稀罕的 怎麼突然要學習呢 心血來超 嗯 那明天見了 我下午不在 就上午一起去圖書室吧 等等 我都說了 不知道敢不敢回來呢 也許 這次需要花很多時間 嗯 那你抓緊回來吧 這麼任性的嗎 好了 我盡力 那我走了 你快去睡覺吧 好喔 那我等你 快去快回 應該不步上來吧 在那原地幹什麼 啊 她知道 她吃醋了 她知道我去找艾莉 完了 我有種感覺 如果 不跟她約定 就再也見不到她的樣子 你一定要回來啊 我的 利諾姿 沒想到 會收了她的禮物 答謝平日的照顧 還是那麼一點點高興啊 既然知道 品行總是讓我 給她上後 還不如用其他方式 來表達感謝呢 啊 浪費太多時間了 快走 哎呀 不安心就跟上去啊 走吧走吧 撞門啊 把門撞開 好 這邊應該都一樣了 那我們就可以一直刷刷刷 但是這個遊戲有四個結局 這邊給個成長耶 這邊給個存檔 欸 她手沒有受傷耶 用飛行工具都花這麼久 怎麼 刷我玩嗎 喔她是拿到寶石 當飛行工具了 OK 所以她這次用飛過來的耶 她飛過來算快還算慢 搞不清楚耶 她這樣算快還算慢啊 好這邊應該是一樣的 對 愛搞不清楚的 欸? 嗯? 欸? 欸? 過去耶 為什麼 嗯? 只有這裡 感覺很不一樣 這裡是 水的房間 有輕微的臭味 陰暗 又刺鼻的異味 是洗腥味 這種獨特的氣味 就算打掃也清不乾淨 調查一下這個房間吧 蛋 安安 你好 新觀眾 欸 為什麼 為什麼 等一下 艾莉已經被做掉了嗎 空盒子 那筆記 每頁都被塗黑是血 是手上沾了血糊上去的 然後時間久就變黑了 好 最後一頁是血 還是看不清楚 喔 看到 喔 你可以看到耶 給毀滅者 快跑 已經來了 對不起 快跑吧 不行 他一定 這是 對我說的 蛤? 為什麼要逃跑 訊息太少了 看還有沒有別的 這一好像還行 透光看看 所以這 這個不是 這不是荔枝的日記耶 這是老爺寫給毀滅者看 今天 阿爾伯特在鎮上購買了首飾 是他挑給我的禮物 我真的很高興 一想到他這麼在乎我 就覺得心裡暖洋洋的 雖然我只是個人偶 我要是這麼說的話 他一定不會高興的 最近多了很多首飾 為了妥善保管 我得把他們放進盒子裡 這些都算是我的收藏品吧 把這個也收起來 寶物一定要妥善保管 嗯? 雖然如此 人偶的日記 那這裡就是人偶的房間 看起來跟人類沒什麼兩樣 啊 畢竟 我沒有活在那個年代 那個年代 對人偶的認知也很淺薄 但人偶 居然有自己的房間 還能像人一樣運用藏品 很奇怪啊 這裡的人偶很不平凡啊 按照那些傢伙曾經告訴我的 人偶只是人類的輔助 被人類作為工具使用 不過是一件物品 民眾反抗而導致戰爭的原因 是因為不想失去這種方便的工具吧 不對嗎? 過去發生的事情 還真不清楚 至少我們這些協會的成員 因為那傢伙的存在 對人偶的價值觀上 不僅僅當他們是物件 也有更接近人類的部分吧 所以也不太理解 舊時代的價值觀 因為長年累月的調查 大概也能了解 但關於細節就更不清楚了 他說那傢伙應該是艾力 從參考文獻和人偶的記憶力 也做不到全盤把握 本身保護起來的 有記憶的人偶 也是風貌靈教 至少如果那傢伙的記憶能恢復 說不定還有點幫助 估計不太行吧 他連我都完全不記得 就別說 更早之前的事情呢 他說艾力 嗯? 地下船來的 到底怎麼回事 艾力 原來你們兩個 那麼早之前就已經 等一下 艾力該不是你的人偶吧 艾力該不是你的人偶吧 好 繼續 走 不是阿 他是看到他殺那個阿 阿 阿爾伯特 本來就喜歡跟荔枝 共同生活阿 不可我們現在對人偶的認知還是不夠 還有個女的 到底在說什麼 你看 天阿 他竟然說 還有個女的 還不是還有個女 人偶 是女人的問題不是人偶的問題 快點 救我的 到此為止了 喔 好兇